柏里镇大臣国中日前举办建校51周年校庆祭运动会 会中展现大臣国中 近年来发展的管乐、玄乐、太古以及园武等社团的成果 校长陈清斌表示 感谢布里镇各级民意代表 长期以来对于学校的支持 他也会继续与学校师生一起来努力 为现内争取更多荣誉 感谢我们马文君立委 太培会立委 喜阿甘议员 吴国昌议员 廖志诚议员 林芳宇议员 来对我们学校的一个支持跟爱护 更感谢我们教育处的长官 处长、县长还有副议长的一个鼎立协助 我们才有这样好的一个成绩 那我们很感谢各界的一个协助 希望我们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努力 让我们大臣国中学业有成 先议员吴国昌一早也来到大臣国中参与校前的活动 吴议员表示 长期以来他就非常关注教育的问题 也希望大臣国中能够让学生均衡发展 不论是学业或是社团活动 都能够多面开花 为南投县培育更多优秀人才 因为大臣国中造就了非常多的人才 在国家社会各个角落 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贡献 那么国昌长期以来 但三任议员对我们的大臣国中也是特别的关心 那么除了是邻居之外 尤其我们大臣国中的书生们 他平处的一个表现 参加全线的比赛 都拿到第一名的成绩回来 是非常的亮丽 那么希望他们在今年全国赛 能够更上一层的能到 拿到全国赛的一个非常特有的一个奖项回来 副议长拍拳肯定达成国中教学团队的用心 不仅在学业上表现优秀 在各种技艺竞赛中也表现得非常亮眼 也希望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之下 能够争取更多荣誉 记者陈伟一普理采访报道